男子在台鐵鳳三車站前 找遠景池拘票壓制 原來他可是專門行竊 契機車代步的竊賊 11號下午1點多 計程車司機把車停在銀行外的停車格 他準備走到銀行去零貴匯款 正巧碰上正在尋找目標的竊賊 見到司機走進銀行裡 計程車卻圖方便沒熄火 男子火速把車子偷了 他欠了車之後 從古山一路開到前鎮去載朋友 一直到把計程車開到沒有 才汽車逃逸 原來34歲的嫌犯 專門行竊沒有拔下鑰匙的機車 當代步工具 騎到沒有就把車丟了 他已經連續偷了四輛機車被送辦 沒想到賊姓不改 這次在竊取為熄火的計程車 三天來連續偷了五輛汽機車 你們下車辦事情 他都會有說會不熄火嗎 你們會熄火的啦 我管你們會熄火的啦 計程車司機想到銀行辦事 想說沒幾分鐘為熄火 車子意外被偷 還好警方幫忙把車找了回來 現在總是偷車逮捕的可惡竊賊 已被一切到罪送辦 TVBS新聞許克成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